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慢慢的也在两人之中萌生 雷贝卡的爸爸却要带他前往东京 最后一面汤米给了雷贝卡一个吻 雷贝卡回家洗澡时 汤米依依不舍的给他打了个电话 并且说第二天要去送他 并且给他一个惊喜 但是第二天雷贝卡在码头却迟迟没有等到汤米 无奈上了跟爸爸离开的轮船 这时间一晃 雷贝卡长大了 自己在东京的学业也已经完成了 他决定回家找汤米 汤米的妈妈告诉雷贝卡 汤米住在海边的码头 一进门看到的却是一个女孩 这是碰巧汤 汤米回来了 汤米也是帅气逼人 那小主角光环立马就被汤米迷住了 两个人真是相见恨晚 一旁的女友瞬间就成了闪亮亮的大灯泡 莫名的情愫一股脑的涌上心头 雷贝卡被汤米去工作 和他一起去海边看潮起潮落 两人的感情也架上了干柴 今天晚上两人在一起聊天 雷贝卡问汤米那个女人是他女朋友是不是 汤米否决了并打开一个火柴盒子 里面装的居然是多年前趴在桌子上的小蜗牛 雷贝卡被汤米如此细心的爱感动了 他们两个接 汤米邀请雷贝卡看自己养的蟑螂 被吓得一跳的雷贝卡还是口是心非的 说着自己喜欢汤米养的蟑螂 过了不久 雷贝卡陪着汤米要去参加活动 完成汤米的伟大梦想 在路上一路开心的畅谈着 雷贝卡突然要急 于是汤米停下车 雷贝卡向着草丛中走去 汤米想趁此透透气 不料刚下车就被后面的赶伤的卡车给撞死了 雷贝卡一转世 看到躺在地上鬼畜的汤米也是愣住了 心中只有满满的自责 两人还没有 爱够 上天就把汤米从雷贝卡身边抢走了 雷贝卡伤心不已 回到家 雷贝卡打开了那个装着蜗牛的盒子 里面还塞了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 我会一直等你回来 在汤米的坟前 雷贝卡有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克隆 汤米的父母听了雷贝卡的想法后 都觉得太过于荒唐 但是雷贝卡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汤米的父亲告诉他 基因复制过后 他就会带着汤米妈妈离开这个小镇 汤米的父亲劝他好好想想 现在一切还都来得及 毕竟逝去的就 他就逝去了 不会再回来 再复制也不会是他 决心还是让雷贝卡去了医院 小汤米就出生了 雷贝卡陪着小汤米渐渐长大 那份对汤米炙热的爱情也深深的压抑 让雷贝卡对小汤米有种错觉 他好像意识中又是小汤米的妈妈 又是小汤米的情人 一天一天因为身边人的排斥 让小汤米变得孤单 雷贝卡在海边建造了一座 只有两个人的房子 小汤米渐渐的长大成人 他也有了自己的女朋友 这让雷贝卡突然落寞了 这天小汤米的女友出去了一下 雷贝卡悄悄钻进了小汤米的被窝 小汤米以为是自己的女友 转身就去了 但是还是被被子里的妈妈雷贝卡吓到了 雷贝卡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毕竟身边的儿子长着和自己爱人一模一样的脸 每天还要忍受他和别人你弄我弄 这天三个人一起看海时 小汤米突然钻进了雷贝卡的衣服里 蹭来增去 小汤米女友很是不解割 眼神挂满了哪泥跟无奈 他跟小汤米分了手 这天汤米的母亲来到海边 看到了和他儿子一模一样的小汤米 眼睛也是红了眼 但是小汤米却一脸疑惑 责问着妈妈 那个人是谁啊 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雷贝卡把一切都告诉了小汤米 小汤米也是一时接受不了啊 原来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是个替代品 他生气 他狂躁 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活的意义 他掐着自己叫了二十几年的妈妈 把他扔到了床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小家伙突然就起了冲动 莫名的就和妈妈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但是小汤米最终还是接受不了妈妈的做法 他离开了自己的妈妈 好了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也是被女主 深沉的爱所感动 但有时我们失去的东西再去复制 如果东西可能会复制的一模一样 但感情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复制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更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人的感情是温和的 但有时也得理性的去对待他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